今天我們呈現 傳說對決 戰場女巫神 MONSTER KILL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逆風局的菲雷 左邊是打野 最近我們很常玩 艾爾登法喚 被遊戲中的 女巫神呢被摔到 而剛好呢 菲雷跟她的氣質有點像是 一樣是一頭 飄逸的紅髮 還有使用鋒利的刀刃 快狠轉 途徑攻擊 還有範圍輸出 有沒有覺得呢 技能組都非常的相似 感覺呢 菲雷完全可以來一個 女巫神的造型 以前的菲雷呢 曾經是T0 T1神角 那時候技能組呢 跟現在差不多 可是呢傷害數據都更高 而最近呢菲雷的技能組 雖然大致上跟以前呢 是差不多的 只是呢技術 比如傷害跟坦度 是有被削弱的不少 所以啊現在菲雷呢 很適你的操作 變成呢技能不能控 如果技能都能命中的話呢 會很強 可以很扛又很痛 可是呢技能一旦空掉的話 很容易被秒掉 所以要變成容錯率 沒那麼高了 舉例來說呢 以前只要跳進人群中 如果真的不小心失誤呢 還可以靠普攻 觸發被動 轉起來 而現在的話呢 進場你就必須 二一技能都中 機會只有一次唷 空掉的話呢 通常都是被反殺 也是因為菲雷的操作難 所以呢如果你成功的 執行他連招 玩起來爽快感呢 成就感特別高 最近在職業賽呢 有菲雷走 輔助 其實呢一直都有菲雷走輔助 我認為呢菲雷是可以走輔助的喔 我們也拍過菲雷輔助的影片 只不過呢我認為 打野或者凱撒路 甚至其他路的菲雷呢 是更加選擇 菲雷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 五路王者了 五條路都可以走 像我呢很喜歡玩他走 凱撒 打野跟中路 輔助的話偶爾也會玩 可是呢我認為 輔助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舉例來說呢 一般的強勢輔助 不太需要經濟就可以發揮 菲雷則不一樣 需要有點錢 我們的幽坦幽通呢 都來自於我們的裝備喔 攻擊力壓到位呢 才可以打出適當的傷害 還有吸血 這也是為什麼菲雷 一定要出天叢雲 畢竟呢這樣子我們打出來 物理傷害更高 吸的血也更多 走輔助的話呢 除非是順風局 不然呢就前期 有拿到助攻人頭有經濟 那樣子的話呢就會很強 只限起飛 可是如果是逆風局的菲雷的話呢 會稍微的難發揮一點 對操作要求更高 剛好位置比數是2比5喔 這波團戰呢很賺 直接比數反超 還可以留著敵方的夜叉 看來呢馬上要起飛了 出裝一魔紋 核心魔紋呢我們打是絕地石頭 奧衛的話呢有兩套喔 一套是猛攻 另外一套是金身 都可以了 看你覺得呢菲雷打人不夠痛 還是彈度不夠 你覺得不夠彈呢當然出金身 生命值還有攻速嘛 傷害更高一點的話就是猛攻 裝備的話呢目前我們用的就是這一套 原因很簡單喔 菲雷呢更常是被魔法 被AOE範圍傷害炸掉 很少呢被物理攻擊英雄收掉的 舉例來說呢我們對上 悟空或者射手都不怕 我們的一套連招裡面呢很多控制喔 射手呢或者是物理攻擊的角色 沒有什麼普攻機會 反之呢很有可能我們連招的時候被 魔法傷害範圍傷害炸到 所以呢我們會出預魔斬 當然呢如果你覺得生存能力有問題的話 那就直接買斧頭 打野服呢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很多時候呢我們也會買打野服 只不過這場呢我們一個人是敵方很脆 對 我們只要出攻擊裝呢 就可以把所有人收光 這次為什麼這場我們出了全攻擊 像我們剛剛只要靠近呢 就可以把敵方瞬移下出來喔 不用急著加技能 像剛剛的薇菈 還有剩下的夜叉 大招要轉好了 這邊必須收了夜叉 相當的不划算喔 只是手感的問題 當時呢就頭腦一樂 就想把他收了 這是不太對的 用大野的頭呢去換其他人 通常是不太好 除非是後期呢 換掉敵方的後排射手 清野速度也OK 攻擊裝的話呢 清野速度會更快一點 屬於中等以上 大招的話可以用來趕路喔 像這時候呢14秒 後期的話呢大概10秒一個大 很快的 吃物件的速度呢 是非類小小的缺點喔 是沒打野的話 畢竟呢我們靠技能傷害 還有普攻傷害 沒有呢現在靠暴擊的打野吃得快 像蘭鐸妖 猴子喔 還是00等等 OK 抓到敵方 依靠連招 輕鬆帶走 這也是攻擊裝的好處了 關於連招的順序呢 我們掀開大會比較好 掀開大的傷害比較高 畢竟呢已經有物理攻擊加成 還有額外的誤穿 那我們的惡意血呢 還有普攻被動傷害都會更高 關於非類的二技能呢 命不命中就是我們的核心靈魂了 二技能之後呢可以接一技能 建議呢兩招都用手動是瞄準的 不要直接點 直接點的話呢只要敵方會動 通常都會空 可是有些情況之下呢 二技能跟一技能是可以使用 直接點的方式 那就是如果敵方 已經被暈著了 被擠飛還是被暈眩等等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直接點擊了 而且呢非類也很刻刺客型的英雄 有沒有注意到呢刺客型基本上都 沒辦法跟我們打正面 就算他沒有位移呢 那我們也有 也可以追得上 同時呢我們有一套的 運控制跟爆發 還有續戰力 當然呢這一切前提都在於 你的技能領多命中 大招要踩到人 二技能的技能要命中人 所以呢非類也是一個 上下線差距極高的英雄 玩得好呢就可以在團戰中 轉起來修起來 戰場禮物神 玩不好的話呢 通常呢是經常去蒸發 菲類的坦度呢 比你想像中的更脆皮 我們是沒有任何傷害減免或者護盾 唯一的生存來源呢 就在於我們的暈眩 還有我們的回甩 那代表呢 團戰中如果你要撐得久 要可以存活下來 那我們的控制招呢 都要命中敵方的後排 尤其是射手 再來是法師 還有就是大招呢 也要踩到人才會有傷害加成 同時我們被動的圈圈呢 盡可能的轉到越多人 菲類的回血方式呢 是我們血量越低 圈到越多名英雄 就回越多的血 像我們剛剛片頭有一次呢 直接死掉的時候 可以說敵方三名英雄 那邊可惜呢 我們被動沒有圈到人 一圈到的話呢 水量會瞬間拉回來 那樣子很有可能就可以打贏了 前期的菲類呢 一條二一條三是完全沒問題的 快速觸發被動的方式呢 就是二一連招了 二一都中的話呢 會直接觸發被動 被動過程期間有八體免空 總之來說呢 菲類是一個相當有成就感的英雄 如果你的技能能夠命中的話 OK 這邊招要敵方兩名刺客 如我們剛剛所說的 菲類很擅長處理刺客 就算是兩位 這邊呢奎倫有擋過我們的一個被動 可是躲不了剩下的二技能跟普攻 最後呢兩位都帶走咯 但我們隊友呢也挺給力的 有幫忙推塔 這邊呢上路要帶進來 這時候維拉 剩維拉跟葉超 他們技能交過之後呢 比較難清兵了 保住我們的兵 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OK 敵方忍不住咯 把他帶走 我們的炮車呢差不多沒了 敵方清了我們上路兵 但是接著呢中路還有一波 我們喜歡有點殘 小心一下蝙蝠跟奎倫 剛隊友貌似緊張的點了 如果呢直接來拆 中塔的話 應該就可以贏你的遊戲了 上路已經沒有兵線 比較難拆主堡 但是呢下一波兵線抵達 那就遊戲結束 以上呢說到菲類的實戰解說 上下先差一局極大 但是呢玩得好 相當有成就感的一名英雄 我是上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